不少人都會慶祝享受天倫之樂 不過對於隔離病房的前線醫護人員 和子女見一面是奢侈的盼望 疫情期間 身兼醫護和媽媽的他們 有什麼體會和心聲呢? 由鄭海文帶大家了解一下 想見但不能夠相見 唯有隔著屏幕解釋念之苦 Carmen是一線隔離病房的護士 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大女兒讀中一 小女兒小三 小兒子就得K1 Carmen每日都靠視像電話和她們聊天 她最多一個星期回一兩次家 但都要被迫和子女保持距離 不捨得的 其實真的會不捨得的 她衝過來 我會輕輕拍拍她 我都會忍不住手輕輕拍拍她 我就自己入房 做我自己需要做的事 然後就離開 直至母親節正日 Carmen也要先上前線 回不到家見兒女 小女兒畫了一張特別的卡給她 其實她畫功進步了很多 給我感覺 HAPPY MOTHER DAY 我其實有約略問過她 這個是甚麼來的 因為我都看不明白 是黑色 她說是我的影子 為甚麼你要畫個影子 在媽媽後面 是否因為你經常看到我的背影 這裏面就是隔離病房 從疫情開始至今 Carmen一直需要出入這裏照顧病人 去到二月中 她開始擔心病毒會惹到家人 決定在外面中屋住 她參與打仗的北區醫院 至今處理了大約300個懷疑個案 當中40多人確診 她曾經跟家人坐下談過 是否要繼續留在隔離病房工作 大女的反應 為甚麼我會有這麼感受 她只是不出聲 吹了一下頭 眼神看著我 是很確定的 讓我感覺到 她是媽媽我知道的了 我會知道 你要我看著弟弟妹 要我繼續做好這份工作 兒女的支持成為了她的動力 不過她都衷心希望 疫情可以快點過去 不是單止我想跟兒女 去天天見面 天天玩 我想香港的疫情快點過去 我想香港的市民 健健康康地 去對抗原疫情 有錢電視記者 鄭凱文報道 我們下車 說不定 我們下車